莫里尼奥与伯格巴的矛盾似乎已经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,之前牧帅曾在训练中当着伯格巴的面喊来工作人员,并且说道,你能让保罗伯格巴回家吗? 而伯格巴本人也提前跟队友通风,他将在11月之前公开,不再为莫里尼奥踢球的决定,正因为主帅与球员的矛盾如此尖锐,曼联本赛季的英超战绩也只有三胜一平三负,只排在了英超第十位。 如果是水晶宫,牛塔斯尔联,布莱德那样的球队,这个战绩似乎还可以接受,但偏偏他们是红魔曼联,是有着140年历史的欧洲豪门球队,可能有球迷会觉得,应该走人的是伯格巴,因为他的年球使得曼联素是不少机会,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被动局面。 不过回想一下游文时期,伯格巴似乎并不是那种难以管教的球员,这也许就是主教练的问题了,莫里尼奥确实有着十分辉煌的教练生涯,不过他的足球理念,在现代化的比赛中,显得有些落伍了。 这两年的曼联丧失了豪门的斗志,变成了一只百大巴的球队,加上木帅本人喜欢玩弄拳术,搞得拳队上下都人心惶惶。 近日,有媒体公布了一段曼联队内训练的视频,莫里尼奥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,图片中的木帅双手插在口袋里,想来一个十分帅气的颠球,结果却一脚把球踢飞了。 早就尴尬的莫里尼奥还想再证明一下自己,这次他把双手都从口袋里拿出来,结果第一,下起球就踢飞了,直角卖脸宝子球队一塌糊涂,连天的球都能出现低级失误,这样的莫里尼奥有什么资格让伯格巴走人呢?